哈囉,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一個免費的線上螢幕錄影的程式 這個軟體的名字叫做Screencastify 請你在Google的介面上搜尋這個軟體 搜尋之後,它就會跑出這個頁面 那我們點進去 點進去之後呢,你就會發現彈跳出一個外掛的一個框框 那因為老師這邊已經有按加入了,請你把它按加入 加入之後它會跑到哪裡? 它會跑到這邊,它會跑到這邊 好,那跑到這邊呢,就代表你已經成功了 好,你已經成功了 那我們點一下這個 那可能一開始它會需要你註冊一下 那你就註冊 那這個軟體好像可以錄十分鐘 好,十分鐘 然後倒數大概幾秒鐘的時候呢 好,幾分鐘的時候它會跳出那個提醒的那個 倒數的那個提醒 那麼就還不錯 因為十分鐘應該是夠了啦 那這邊呢,有分喔 第一個就是我們中間這個desktop就是要錄製整個桌螢幕的畫面 好,那這個就是只有鏡頭 就是你的nodebook的鏡頭這樣子 所以通常啊,嗯 如果不要露臉的話 那就是錄整個螢幕畫面就可以了 然後這個麥克風我們就選預設的 好,那我們現在老師在講話 好,然後呢,這個 呃,這個是那個webcam 就是你的,要不要帶到你的鏡頭 好,嗯,對 要不要帶到你的鏡頭 那如果不要帶到你的鏡頭 你就不要打勾 啊,如果你要帶到你的鏡頭 那它就會出現一個小小的鏡頭 看是要放在這裡啊,還是這裡還是這裡 那我們現在錄製畫面 我們就不選這個鏡頭了 好,那我們就開始錄製 好,就開始錄製 好,點這個就開始錄製了 那它就會彈跳出來就說 欸,你要分享螢幕的畫面 因為通常看到分享就會覺得很可怕 其實它的意思就是說 你是要錄整個畫面 還是指應用程式的畫面 懂意思嗎 那通常我們是錄整個畫面 好,那我們按錄製就是分享的意思 3,2,1 好,那現在就開始錄製了齁 桌面也可以 好,桌面也可以 好,那 呃,它錄製的時候 這邊就會出現一個紅紅的 那這個就是錄製 然後你的畫面就會出現一個這樣子 好,那如果要停止就按這個 停止這樣子就可以了 好,那我們停止喔 好,那現在就開始錄製了齁 桌面也可以 好,桌面也可以 好,有沒有 它跑出來 錄製完了 它錄製的時候 這邊就會出現一個紅紅的 那這個就是錄製 好,那錄製完之後呢 我們可以回到它主要的畫面 這是剛剛錄製的齁 這是先前老師錄製的 那如果不要呢 你就把它給刪掉 好,比如說把它刪掉 OK,它就按Delete 你就Delete 它就沒有囉齁 那如果你錄完之後要下載怎麼辦 你就按下載 下載這個 好,到你的那個 看你要下載到哪裡去 你就下載 那這樣子呢 你之後就可以做 做什麼 可以做影音的編輯 做影音的編輯 就還蠻好用的 那這個提供給大家 好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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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